近年来美中关系复杂多变 现在我们可能面临着巨大的转变 如果特朗普重返白宫 贸易紧张局势可能会急剧升级 像马可·卢比奥和麦克尔·沃尔茨这样的鹰派顾问的影响不容小觑 他们对华的强硬立场可能会将美国的外交政策推向未知的领域 我们讨论的不仅仅是贸易 我们正在探讨的是整个美中关系的潜在全面改革 从科技到外交 这种重要的双边关系的方方面面都可能受到影响 并对全球稳定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太平洋彼岸来看 很明显中国并没有保持被动 中国在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 这为他们在谈判中提供了重要的筹码 然而 眼前的问题不仅仅是技术竞争 台湾仍然是美中关系中的一个关键引爆点 美国对台政策的任何改变都可能引发北京方面的强烈反应 使紧张局势升级到危险的程度 我们正走在危险的外交纲丝上 特朗普第二个任期的前六个月 将是决定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 美中关系走向的关键 致趣似唱路 不仅仅是画面 我的功夫 偶尾